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五行相克 包含的实在太多了 那现在有一位男性的年轻朋友要来请教问题 我先说是姓尔东成 然后他是凯庆 他那个凯不是凯旋的凯 他是凯书的凯 一个木 然后旁边一个街的凯 那庆就是王永庆的庆 然后他是1992年生的 1992 生孝猴 那是任生年的 今年28岁了 对 凯庆 年轻力壮的时候 对 凯庆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 他就写信过来了 他就说因为28岁了 当然好像要谈结婚还是早了一点 28岁了 那他当然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事业 因为也毕业一小段时间了 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发展 所以要问问名讲居士怎么样能够 就是说从事哪一行是最适合他的 好 可以 我们知道有一位很成功的一个 王永庆 王永庆 对不对 也是用在第三个字 哦 这样子哦 王永庆这个庆我把解析分开成 阳边是路 中心是一个心之旁 一个心之旁 然后底下是两脚撇开 对不对 两脚撇开 在我一晚的节目里面 大部分就是说 用这种字的 很劳碌 很劳碌 可是我们对照我们王永庆这位大老板 发现你看他的脸型 额头宽宽 下巴尖尖 对不对 那表示什么 他的福报不够 福报不够 可是他的事业一片 他自己舍不得享受 造福别人 造福了 他底下造福多少人了 所以这个庆子 如果是对一个男性朋友来讲 我们不能说他坏 因为男人所要展现就是在事业 然后对 儿女方面 他不需要他太多的去捉摸 所以庆这个字 阴边是两脚撇开 表示什么 他的欺住其实没有 他是靠他自己 从小就拼出来的 所以这个庆不管什么生肖 都是这样子去理解吗 对 就是因为下面那个撇开 那个阴边是一个岔开的字 就代表非常非常劳碌就对了 这个名字对男性朋友就不错了 比方说应该是事业有成的 我们这样要反推了 不能公看一个字就能代表这个人 而且我还是要问 这个字是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阳边是不是代表事业 阳边是代表事业 阴边是代表财库 男人是要闯事业 财库是看太太 所以她的工作是非常好的 对 她的事业 我们讲她的事业 事业是非常好的 那有没有钱 没关系 看太太 所以要娶到好太太 对 对 那你现在反推回去是看科码吗 前面的两个字了 那再看 如果说姓陈的这位小朋友 她的阳边是不是木 木有很多木 中间是一个太阳 右边是一个耳朵 表示什么 她有老板的名 水深木 有老板的名 而且太阳对猴子来讲 有一种像约 对猴子很好 猴子喜欢这种字心 只是阴边不好 阴边的猴子耳朵被 耳朵被拎 妈妈就很唠叨她了 所以她的任何事情 最好就是什么 早点离家 早点离家 她的往 就是以后的发展 会满海阔天空的 如果在家里面 妈妈的耳朵被拎了 所以她凡事都被约束了 这个妈妈拎着 会只是小时候吗 还是说她一直到大 从小到大 小的时候 其实还叫做关爱 对她影响不大 其实超过16岁以后 影响就更大了 就是妈妈就一直在旁边叮咛着 对对对 好 然后再来讲 中间这个字凯 凯这个字对 这个 作为猴子来讲 比较 差在什么地方 它的阳边是一个阶 对不对 阶是一个 上面一个 像两个牙齿一样的 笔 笔画的笔 然后阴边是一个木头的木 主要这个木 阴边的木 对对猴子不好 木对猴子不好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猴子的五行是金 猴子的五行是金 那你 阴边是木 是不是金柯木 金柯木 所以这种人 讲话 很会讲 口齿里面 讲话很会讲 因为她的 猴牙出来 表示她的长现 她的威 有猛的一面 可是呢 阴边不好 其实代表什么 她的女性缘比较差 所以她这种人 你看阳边都好 阴边都不好 因为那个耳东层的 所以在外人的眼光 你们看这个人 很好 不错 人又很积极 做事也很积极 口才也好 外言也很棒 可是光看阴边以后 就发现 因为你阴边 其实代表内人 也代表家人 也代表妻子 那你那边不好的话 是不是太太 搞不定她了 搞不定她了 而且金克务 是她的课出 这个人很臭屁 讲话 就是说 她不太在乎 人家的感觉 也就是说 搞怪了 也很搞怪的一个人 不要心立意了 不要心立意 所以陈凯庆 这个名字 整个来看 这是属于男孩子的名字 可是她本身来讲 她的妻缘没有了 妻的缘分没有 比较她的子女的缘分 也很淡 所以她只能说 如果年纪越来越大 她可能在外面 没漂泼的一个人 不会容易待在家里面 就是这个阴边不好 阴边不好 就影响那么大 别人看不到 她自己其实很无足 她自己 你看 第二个字的阴边不好 是不是 女性缘没有了 那男人 其实还是要有爱情的 还是要有 除了事业 还是要有人关爱的 对 还是要有人帮忙她 对不对 那你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的阴边都不好 那是不是说 太太要帮 其实太太帮不上她了 所以 这个凯庆 凯庆就是因为 她到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一位 很中意的女性朋友 所以她28岁 开始有点着急了 可是 那她在这个交友方面 好像也不是那么顺利 对不对 男性朋友不错 对 就女性朋友 女性朋友没有 就是跟异性的交往上 她好像就 蛮挫败的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 名字的关系 对 那有 如果那 有解吗 除非改了 有一个解的方法 什么 就是 她今年28岁 对 明年29岁 男人逢酒 要结婚 男人逢酒 要结婚 你结婚了 找到对象 就不太差 不会差 然后 如果这个太太的名字 第三个字又好 那这个是 大老板 大哥局的一个人 因为她的亲的 对 她的亲注不出来 可是你明年 庆 正好 又是 老鼠年 生子成三合 明年是2020年 对 三合 三合的年 是对 糟糕 理想的太太 对她是非常大的帮助 可是现在就是 找不到太太 就是好像没有一个 亲密的朋友 男人就出来了 明年会有很好的对象 明年就有这个缘分出来了 所以明年这是一个很好的 四婚年龄 男人 二九 三九 结婚非常好 这样子 这有个小秘密 逢酒 逢酒 男人结婚 她的事业 就不错 婚姻 婚姻不能讲了 婚姻要看她取得太太 可是反过来 女人不能二九 三九结婚 男人可以 男人可以 好比有一话 女人二五三五 结婚很好 为什么 这是俗话吗 俗话说的 这个是一种习俗 可是按照推理印证 确实是有那个影响 所以有人讲 女人如果二五三五 逢五结婚的话 她的汉子不穷 汉子不穷 她的先生不会穷 不会赚钱 对对对 如果男人是二五三五结婚的话 一四五成 所以有人要把握 五的这个年龄结婚 男人要把握九的这个年龄结婚 那这个 譬如说我们这个 你讲的二五啊 女生二十五岁啊 男生二十九岁 这个是逐岁还是虚岁呢 虚岁 不是逐岁 逐岁是小一岁嘛 虚岁是大一岁嘛 那是用虚岁来算 所以这个 这个凯姻现在是 二十八岁嘛 明年二零二零年 他才虚 二十九岁 虚岁二十九 二十九啊 所以用虚岁来算哦 所以明年是他一个好机会哦 好 大家记住哦 是虚岁哦 不是用竹岁来算哦 就是你出生 就算一岁了 就算一岁 过了年就两岁了 大家这样子记就好了 好 所以女孩子呢 就是二五或者是三五 对 男生就是二九 或者是三九 可是三九有点大了 现在还好了 现在这个年龄 差不多 都是这种年龄城市结婚了 现在结婚 你能够早一点 结婚 结婚怎么那么早结婚 其实没差 不管是早要晚 把握这两个原则 男人逢酒 女人逢五 是个好日子 那可能有些已经结婚了 没有逢到这个时间 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其实这个只是尽量就对了 我们没有没关系 我们自己制造经营 我们让我们的婚姻更美满 互相经营 互相体谅 互相尊重 互相爱惜对方 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更谢谢民奖居士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